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提米斯 又到了每个礼拜六呢 我们来抽接下来一周运食的时间咯 我想很多人应该还有都有在家里烤肉吧 因为我今天 我这几天去外面走走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蛮多人在自己家门口烤肉 真的是从中秋节前烤到中秋节后都烤不完哦 这是我们台湾非常有趣的一个中秋风景 好无论如何呢 我们这边有十张烤肉牌 请从上面直觉选一张 那在选的时候呢 请先想想你自己 然后直觉呢 从这一号到十号的塔罗牌当中 直觉选择一张 选好了吗 选好了呢 请记住上面的号码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9月16号到9月22号之间 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你所选到的塔罗牌呢 是逆味的太阳牌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你在心情方面可能会比较低落 因为很多事情的发展呢 都不如你想象中的好 而且呢很容易遇到一些障碍 不顺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哦 会让你觉得还蛮辛苦的 那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力气呢 去面对这些考验 那感情方面呢 要小心一点哦 可能会有小三或小王 在蠢蠢欲动当中哦 你所选择到的塔罗牌呢 是逆味的截止牌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 你要特别注意的是呢 你很容易因为贪心 而造成自己生活上面的不顺利 比如说呢 像是你会因为吃了太多东西 而导致消化不良之类的状况 而在爱情方面 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太好的情况了 你可能会是那一个主动去劈腿的人 那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呢主动去劈腿呢 最后只会带给你的感情 更多的风波还有问题 所以呢处理感情方面呢 最好还是不要贪心 不要劈腿会比较好一点哦 你所选择到的塔罗牌呢 是正位的星星牌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呢 你在心情方面其实还蛮不错的哦 因为不管是在工作啊 或者是在爱情方面 你都很容易听到一些还不错的好消息 但是呢 这些消息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才会实现 不过光是听到这些美好的消息呢 你就会觉得很振奋 心情也会很愉快哦 你所选择到的塔罗牌呢 是逆位的世界牌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 你会觉得压力有一点大哦 不管是在职场或校园当中 你都会觉得和这个环境呢 格格不入 常常会觉得被同事啊 或者是被同学排挤 而且你会觉得身边的朋友 好像也都不太挺你哦 那你会经常呢 会有一些不太想上班啊 或是不太想上学的一些想法浮现出来 那另外呢 如果你在这一周 原本就有机会要去旅行的话呢 那你要小心一点哦 在这一周当中呢 你的旅行可能会遇上一些困难 会让你有点头痛哦 你所选择到的塔罗牌呢 是逆位的正义牌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呢 你可能不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你的心情方面呢 比较容易受到影响哦 因为在这一周里面 你比较容易遇到一些不公补义 或是让你自己觉得很不公平的事情 也就是你可能觉得自己被冤枉了 或是背黑锅 所以在这一周里面呢 你会比较忙于去澄清自己的清白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在爱情方面 你要小心哦 这一周呢 可能会有小三 或是小王入侵你的感情 所以在感情方面呢 也要看紧一点哦 你所选择到的塔罗牌呢 是正位的命运之轮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你是超级幸运的哦 你们在正确的时候呢 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也会让你的选择呢 走向最美好的结果 而在这一周上面呢 特别是在工作 还有学业方面的成果和成绩呢 都是非常耀眼的 投资理财方面呢 也容易有很好的获利 在感情方面呢 你也很有机会 跟你的另外一半呢 一起走向婚姻的道路上 让感情开花结果哦 你所选择的塔罗牌呢 是正位的力量牌 那代表的是呢 你接下来的这一周 其实是算是风平浪静的一周啦 那因为你的勇气 还有自信心都很强 会深深的感染到 影响到你身边 周遭的朋友 还有同事哦 特别是在工作职场上面呢 你会成为你的同事 特别倚重的人 上司呢 对你的这个看重度呢 也是非常的高 会把一些很重要的工作呢 很放心的交给你去做 你就好好表现吧 我们所选择到的塔罗牌呢 是正位的钓人牌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你的运势算是还蛮平稳的哦 基本上呢 这是一个已进制动的一周 特别是在工作方面呢 很有利于你去做一些计划 还有发想 谋定而后动 想清楚再做呢 也会是比较好的 会为你带来很多的成功 如果你太过急躁的话 其实在这一周呢 是会为你带来失败的哦 第一周选择到的塔罗牌呢 是正位的闪判牌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里面呢 你会对于因果报应这件事情呢 有特别的感受 因为呢 过去你所做过的好事 还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呢 可能都在这一周里面呢 会转化成一些不同的事件呢 会报到你的身上 如果你过去帮助很多人 做过很多好事情的话呢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里面 你会发现你的身边呢 有很多贵人出现帮助你 也会有很多事情呢 让你觉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你过去种下的好事呢 现在呢 都变成善果 回到你身上 让你的生活当中 充满了丰富而愉快的事情 但如果你过去做了 比较多不好的事情的话呢 在接下来这一周里面呢 你可能会感觉到压力比较多一点哦 你所选到的塔罗牌呢 是逆位的魔术师 逆位的魔术师代表着呢 你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你会发现你自己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创新的能力 或者是一些想法 整个人呢 其实容易处在一种脑袋空空的状态上 而且做什么事情呢 都没有什么精神 所以呢 接下来的这一周对你而言呢 就是耍废还有混日子的一周 特别是在工作的方面上呢 可能也比较没有什么进度哦 今天雅提玩塔罗呢 就到这边结束啰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非常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非常欢迎你分享这支影片 给你的好朋友 记得在底下留言按赞啰 OK 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 拜拜